微博临风TKL拿到首胜 K甲之光从XYG变成了TCG 天赐比辣辣更有机会成为下一个张大仙 我今天看完TKL打第一局 因为他是K甲冠军嘛 我看完他打第一局 我就说这队伍没有TCG强 我的天哪 北深给出犀利的锐评 微博这状态很难进入强队行列 AGE诺传出坏消息 就在6月15日 K甲冠军TTL迎来首秀 原以为他们会跟微博打得有来有回 因为TCG已经拿到了两连胜 有望直接冲入S组 没想到TKL完全不是微博的对手 首秀就收获了一个零风 这样看来K甲之光 还是要给T不打席位赛的TCG 天赐自然就比辣辣更有机会 成为下一个张大仙 而这场比赛 TKL被微博大逆风翻盘 明显状态就不太对 不过他们运气不如TCG 首秀的对手实力差距有点大 我们在这一波飞去哪了 这飞已经跑到一个奇怪的位置了 飞都不在 这正面怎么打 少了个大核心 这面鲁班来了 鲁班说不用我不用我 你们打 不如我少人 他们被包了 拿下了拿下了 吃面了 我给你开始吃面了 然后微博赢下比赛 北深给出犀利的瑞评 觉得微博这状态很堪忧 并不是说赢了比赛就猛 还需要看整个过程 只能说微博这赛季 只换了一个中单 想要拿到夏季赛冠军有点难 其他成绩都不重要了 毕竟电子竞技只记得冠军 看微博今天打得 真的让人很担忧 我第一轮是把微博放在S组 感觉毁了 有些兄弟可能会说 不是打得挺好的吗 不是对吧 赢了吗 不是3比0大胜吗 你要真认真看 你会觉得微博挺难的 真的挺难的 上一大场2比3输给意思大了 你要像刚才那个兄弟说的 我倒是觉得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我无话说 就是反正我 不管对面有多强 我发挥出来的水平 刚刚好够赢他就行 那也许他下次打别的队伍 对面强了 他也能打得更好 如果是这样 那就再看看 但是他这两大场 因为微博现在已经打了两大场比赛了 其实不是很好吧 上一大场 一共现在他打了8小局嘛 打了8小局 一赢一输吧 现在 但这两大场打完 画面真的不好 你说他刚开始不在状态吧 那你就后面再看看 但是你要微博 不多说你起码是一个 起码是个前6吧 你起码要奔S组 稳S组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有点难 最后就是 AGE诺传出坏消息 他的身份证跟护照都没了 去办身份证还失败了 后面7月份还要去沙特打比赛 如果在这期间 护照没弄好的话 伊诺就可能去不了 那就真要亏大了 不过 AGE这边 加急的话 应该是 能够在规定时间 能拿到护照 所以喜欢伊诺的粉丝 也不用太着急 总的来说 K甲冠军 好像都有魔咒一样 当初 XYG 就没有拿到过K甲冠军 反而第一届的成绩是四强 反观当时在 K甲没有对手的 MTG 成绩就相当一般 不过也跟他们当时 来KPL太嚣张有关系 至于微博上赛季 成绩就一般 这赛季只换了中单 想要拿到冠军有点难 能够保证 成绩比上赛季好就不错了 大家觉得呢